我是苏曼多 一觉醒来之后 我和陀莱福还在埃及 先问你个问题 你说世界上金字塔最多的国家是哪个 你瞧瞧 说错了吧 应该是苏丹 但最出名的应该就是埃及胡夫金字塔了 胡夫金字塔买了票是可以进的 这个都知道了 那么我和陀莱福将用第一视角 给各位表演个钻塔 冲吧 冲吧 走吧 走呀 走 你真冲啊 你慢一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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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缺氧的感觉吧 又潮又热又缺氧 继续 我现在动作有点大 真的有点缺氧 那你上了呀 我心脏有点压抑的那种感觉 很温热 对 我先过去了 然后过去了你再过去 我要过了 第二期就购气跑了 这是З约仑 都是 有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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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压了 有点儿 刚刚刚刚成维队 有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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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我们的向导哈利法所说 胡福金字塔是一个不禁会后悔 进了也会后悔的地方 不过旅行嘛 无非是从一个你活腻味的地方 去到一个别人死腻味的地方 万一干什么法老复活 睁眼一看 呼啊 人不少啊 大家心里不业都美滋滋嘛 我觉得还是第一金字塔里边更刺激更好玩 而且不需要弯腰 也需要弯腰啊 但是没这么长 它差不多嘛 就是稍微低头就行了 但是这个你需要这个样子 而且这里边真的是极度缺氧的状态 刚进去的时候心脏都有点瘦痒 所以这是一个你不去也会后悔的地方 去了也会后悔的地方 那就干脆去一下 精神感受一下吧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 简单说说金字塔 胡福金字塔旁边还有两座金字塔 一个是他儿子哈夫拉的 一个是他孙子孟卡拉的 他儿子这座看上去比他的大 但实际上建成的时候比他的矮了三米 主要是因为地势高 所以就显得高 再说说尸身人面像 这座雕像的年代一直存在着争议 有人说是哈夫拉他哥雷吉德夫时期的建筑 也有人说就是哈夫拉时期的 我个人更偏向于C 他们家那点事一会再说 有关尸身人面像的鼻子 几个世纪以来牵动着全球各族人民的心 说法最多的 就是拿破仑用二营长的意大利炮给烘美的 有关尸身人面像鼻子这个问题 很多埃及人认为跟拿破仑没有什么关系 有一些图片记载 在拿破仑来之前他就已经没有鼻子了 大多数埃及人认为他是被封化掉的 还有一部分埃及人认为呢 鼻子和胡子被拿到了法国和英国的博物馆 具体什么原因我个人也拿不准 人家本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呗 其实我还听说过一种说法 也是埃及人说的 他说呢当时有一个国王 百姓呢全每天来这朝拜 然后比如说今天许个月 明天许个月就不工作了 他就想让人们知道这些权利呢 他没有自己脚踏实地干好 这个国王鼻子和胡子都象征权利嘛 所以把他就给毁掉了 然后让人们踏踏实实地去工作 这也是一种说法 不愧是百姓人吧 哦你千万不要这样讲 因为当地人 尤其是埃及人本地人 我还非常反感大家说 这是外星人造的 我觉得就相当于 问一个中国人 你吃没吃过草莓馅的饺子 在开罗的最后一站 是开罗博物馆 为了省流 接下来的知识可能会有点快 挤不住的话就别记了 一拜走 这是纳尔麦调色版 说是距今5000多年 朗朗的够 埃及分为两个部分 上埃及和下埃及 上埃及在南边 下埃及在北边 有一问咱们下课再吵吵 有个叫美尼斯的哈比比 在5200多年前 实现了乡下埃及统一 这件事就记录在了 纳尔麦调色版上 那有人问了 美尼斯和纳尔麦有什么关系呢 有学者和我苏满多认为 美尼斯就是纳尔麦 纳尔麦就是美尼斯 因为古埃及国王都有两个名字 一个用来叫 一个用来登记 这是金字塔尖 名字很俏皮 叫奔奔实 玄武颜 特别硬 这可能是胡夫的弟弟 和他弟媳妇 眼睛是水晶座的 男的朝前看 女的朝下看 据说当时坟墓的挖掘者 被这两双眼睛黄了一下 还以为墓里边有活人 差点吓得告老师 细节 这就是细节 这是一个木雕 由于细节太到位 看久了容易害怕 有点恐怖骨那意思了 木乃伊在开罗博物馆有一大落 布全都是眼瓦布裹着的 有一种这样事的 这是希腊罗马时代的木乃伊 埃及的木乃伊 有一部分被偷了 有一部分被吃了 说是莫称要冲水喝 能止磕化痰 美容养颜 还能提高学习成绩 刚才说到哈佛拉还记得吧 这就是他 肌肉线条流畅 一看就是恋家子 我看网上有人说 这雕像是他哥哥雷吉德夫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这就是哈佛拉 因为雕像上刻着他名字呢 雷吉德夫是哈佛拉之前的一任法老 之所以没有他的金字塔 一种说法是没来得及见 另一种说法是被他弟弟给铲平了 家族内部矛盾了属于是 这是博物馆里最大的雕像 嗯 世界上最早提升男女平等 开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就是图坦卡门的黄金面具了 单独有个展厅 禁止拍照 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扣死一个 这也不过是开罗博物馆里 一小部分展品 真正想看古国文物的话 那你得去英国呀 在我制作这条视频的时候 建造了20年 搁了无数次的大埃及博物馆 可能已经开馆了 它也就成为了埃及最大的博物馆 不过我们没能等来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即将驱车前往黑白沙漠 去感受埃及的另一